一種祝福 一種隱藏了祝福 但問題就是 這個就牽涉到那個人的形象的信念 就牽涉到那個人的形象的信念 就是說他怎麼看世界 他終極地怎麼看世界 這個很容易就馬上牽涉到他宗教的部分 這個就是剛才阿英文他也提到 我們踩界了 去到很接近宗教那裡 我自己的看法就說我們不是踩界 其實我們可以甚至乎就和他討論宗教 因為在我自己的教育過程裡面 就是很多時候和人就是討論他的世界觀 就直接和他討論世界觀 因為他很多問題就是 因為他的世界觀 他的形象學的那個信念 引發出來的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其中曾經有個Case就是 他和他女朋友 有人可能聽過這個Case 他撇了他女朋友兩次 他第二次走來找我 我很想和他復合 我想和他復合你喜歡人 喜歡人 那為甚麼撇人兩次 因為他認為 如果我和這個女朋友在一起 他會阻礙我的大計 甚麼大計 他就跟我說 他認為這個宇宙是純粹物質的 一切的價值都是虛假的 因此之故一個感慕關係 就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這個價值呢 純粹是我喜歡的 他不是真的有價值的 OK 父母和我之間的 父母拖累我 我就沒得選 我賺錢要養他們 送他們中老 我沒得選 這些真的沒有價值 男女關係的東西 我有得選 我知道他沒有價值 我還想他來拖累我 我人生的大字就是 既然這個世界上 沒有東西是有價值的 一切都事物質的 我就賺夠錢 我已經三十歲之前 就賺夠他 他想賺一百萬 就去湖南找一條村子 扔完 那就是中期一會 說這些是大計 但如果不小心娶了老婆 她又賺不到錢 我要儲還她那份 那就要雙倍的時間 再不愛多個兒子 我又要儲還她那份 那就六十歲才退休 那跟普通人退休 有甚麼分別 這樣就摧毀了我整個人生 那我一定要撇這個女孩子 但我又捨不得她 怎麼辦 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關鍵就是那個 形相學的理解 他怎樣理解宇宙 所以剛才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踩架 我直接就跟他討論他那個人 我現在不是對面 他對還是錯 沒有人做到的 剛才他說 他沒有人做到的 但是作為情報輔導員 可以做到甚麼 起碼有兩點 第一 有兩點是很清楚的 跟人討論宗教 和他終極的信念的時候 有兩點我們可以做 第一 是搞清楚 他那個信心 很多時候 有些人提出 有些他自己的信念的時候 那個信念他自己內部 都不 consistent 你幫他搞到 consistent 也就是說 有些人甚至說 他自己信耶穌也好 他信到很不 consistent 你幫他做到 consistent 這是我們其中的一項 需要做的 作為之後風導員 我沒有說你的宗教 是對還是錯 但至少你要先相信 consistent 搞完他的 consistent 之後 我們還要指出 你敢信法 有這樣的 implication 有這樣的意涵 你是不是可以同時接受這些意涵 你是不是可以同時接受這些意涵 上次我跟他討論 物理主義的 implications 後來他發現 原來他不是很接受到物理主義的 然後他就真的去 consider 他 revise他自己的信念 之後他半年之後 他娶了女孩 OK 半年之後他娶了女孩 因為他發現 他沒有理由把自己的幸福 放在一個陣子 原來自己也不是很肯定的 形象信念 這些就是哲學家做的 所以就是說 acceptance的時候 一大牽涉到一個更加形象的信念的時候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去跟他判別 誰對誰錯 但我們能夠幫他做的 at least make it consistent 和指出理信那套東西有什麼問題 如果不是問題 有什麼implication 是一般人未必能接受到的 這個我們就要幫他指出 我想我們要補充你很多 很多謝David 剛才提到一個point 對應我剛才說的 就是苦樂分析那點 我想苦樂分析的意思是這樣 第一 他不是唯一 也不是最高 因為我也有譬如來説分析 即比較著重說的那些 另外也有更高的就是 實現理性的反省 但我覺得苦樂分析不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經常會覺得價值 會高過 起碼高過邏輯或者考驗分析的 我都會這樣想的 因為很多時候人有的問題 不是只是認知的問題 而是實踐的問題 很多時候苦樂就是 報紙一個人會做某些事情 不做某些事情是主要的原因 就不是那樣是真假 而是那樣是有沒有快樂或者痛苦 這個反而是緊要的 比如說回剛才講苦樂分析 比如說那個女孩子很痛苦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如果用我的女孩子的個案就是 她是不是真的那麼痛苦呢 她可以先做一些分析的 就是這裏 這是其一 就是我剛才最近在這裏 但我舉個例子 還有第二方面就是 她要選擇哪些行動 令她更加快樂的 這是第二方面 剛才我也有說 譬如那個很慘的女士 我說我們的慘 可不可以轉造一些的行為 令到那個快樂比現在高呢 這對人真的是很大的幫助 譬如說失業很慘 但為什麼你不想想失業 譬如我講的個案是 去讀書 或者跟先生多些去玩 因為如果這樣去想到一些可能的行動 能夠提升我們的快樂的時候 則她的痛苦是會減少的 因為疫情問題很多都是痛苦的問題 苦樂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相關的 而且更為用的 我個人認為 實戰理性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 可以再補充 就是那些女士 我沒有去到實戰理性的層面 因為要看人 看情況 如果這個苦樂的東西都OK的時候 也不覺得她有實戰理性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不會在這方面去再做一步討論 那些女士 也覺得她說一下自己好像沒有那麼痛苦了 甚至覺得好像有些突然想著跟丈夫去玩那個開心 我就在那一次就不會再做 但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這樣看人生價值和意義 譬如說 以前剛才 阿丁教授 他提到 譬如說 曼子 王陽明那些 遭遇很痛苦 譬如說 懷財不遇 但問題就是 人不是只有苦樂的問題 你覺得 就算我很逆境的 懷財不遇 但是你仍然有些東西是精神上有滿足的 不是精神上有滿足是緊要於陸體上的 不滿足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 很多人計算苦樂 就是計算陸體的滿足 但其實更加重要 這個計算苦樂已經不是一般的苦樂 其實有一個實戰理念法 就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裏 譬如孔子雖然壞在不義 但他可以在民間辦私學 做一些很有價值很有意的東西 所以孔子經常都是快樂的 甚至他的弟子 顏冤更加好的例子 就是一單飲 一單吃一票飲 紅到洞的 喝一碗水 吃一碗飯 家徒四壁 很多人覺得黑於不義 這些生活 死了好過 顏冤如果看論語 就是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拐其樂 很快樂的 為什麼 因為人生意 不在這些物質的光滿足 在追求學問 和港度 那些方面 所以可以提升人的那種 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 可以超越世日 世間一般的所謂的痛苦 所以這裏是更高的一個考慮 我作一個回應 另外我剛才說 有時間補充一下 我講到實踐理性那裏 除了認知方面 還有實踐方面 實踐理性最重要 不單是認識價值問題 而是要實現價值 康德其實本來都是這樣說的 如今那些 中國作用那些更加是 我簡單講 我發覺我只漏了 講方法方面 就是問答行的程序 我們可以接到這裏講 提一下一點點 那為何我講情方法那裏 要講問答之外 更加有行呢 就是問答一般做輔導 無論心理輔導作為輔導 通常都著眼於這裏 例如剛才David也是 在講的problem 即是怎樣解決 例如另外什麼vlog 那裏都是 英美的輔導大師 他講個peace方法 所謂靈性方法 就是講peace是problem 問題 E就是emotion 情緒 特別是屬於問那方面 我只個人理解 跟著A是analysis A是analysis 分析 跟著是C contemplation 尋思 那是屬於答那方面 即是怎樣運用一般理性 還有一個是智學的理性 去解決問題 那是屬於答那方面 那最後一個 我覺得沒有很違的 如果Marilov那個 就是平衡 平衡不是一個程序的結果 你做完的事情 你就會程序平衡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改造行 行就是中文在裏面很重視的 就是當我們作理性思考 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算問題 某些人解決到 都還未完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人生問題 不是就是明白什麼 明白是怎樣 而是怎樣做 比如我舉一個輔導例子 我一次作輔導的講座 有些出席的朋友 我可能聽過 有個年輕人跟家人喊一架 喊一架 喊一架也不是喊一架 喊很多次這樣 之後就搬了出去 甚至去到一個極端的地步 就是跟家人老死不相往來 是他自己說的字眼